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街头艺人精彩的表演 从两年前开始 我们文化局开始办理街头艺人受证这个活动 得到各界非常广大的响应 那今年文化局扩大办理 那有173位 73组街头艺人来报名参与 那一共有114位 通过今天这个通过受证今天要来这个颁证 那我们这次的参加的这些的这头艺人 水准都非常高 所以经过非常严格的一个评论 我们总共114组 得到我们这个认证 那得到认证的之后 那我们会安排就是我们彰化线有提供的60处公共的一个场所 那这60处公共场所 会非常的广幻 那大部分都是游客必到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希望再能够增加这些公共的一个场所 一些艺人的一个气息 街头艺人 街头艺人 其实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最重要的 你如果有一定的实力 然后在现场能够很适时的跟观众之间有个互动 让观众能度过来逛街啦 或者是来游玩的一个愉快的心情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请身怀绝技的所有艺人们 你可以勇于来尝试看看 谢谢 市长在探访积水准商 我这个是三个题 这个叫蜕变 你翅膀不看的话 翅脚不看的话 它是一个蜕 翅膀不看的话 它是毛毛虫 就是我们副县的时候像毛毛虫 一段时间成虫的时候 你要找工作 或是跟家人配合 让人家家人照顾起来 比较贴心一点 副县长林田富表示 张化县街头艺人认证活动的目的 再将艺术融入生活 让艺术走出户外和民众互动 亦增添彰化县各景点的艺术气息 让游客驻逐欣赏 以丰富街头文化 欢迎民众 永远欣赏 张化县街头艺人的各项展业 欢迎频道 张化县 张化县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